指的是一个月 那如果一个M的话就是 他就不会帮你补零 OK那后面 日期的话就DD 就是他的格式 MMDD OK然后再一个双语号 再一个后刮弧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帮我把 我们的第2 有没有check in的 这个 里面的词 只抓什么 抓月跟日 并且格式成两码 按打勾看看 有没有 他的缩写就出来 就是 这个饭店的缩写 加一个dash 再加上什么 加上check in的日期 等于是 月跟日 那再来的话呢 就要在 一个dash 所以后面的话end end一个dash 然后要知道说他住几天吗 end end怎么样 把check out的日期 减掉check in的日期 然后呢 再把它加一天就好了 因为8 减掉6 称2嘛 那变成说好像 其实他应该住三天的 三天两夜嘛 对三天两夜 可是如果你减掉的话会少一天 所以把这一天加回来 OK 然后再把它打勾看一下 有没有就dash3了 那最后的话呢 再加上什么 加上他的first name 就是他的 姓 first name first name是名 他的名字 OK 他的名字 打勾 OK 不是不是加 这是end才对 加一个end 串接打勾 这样就出来了 所以结果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这样子就是我们最后要的编号 有没有 你可以 加一个 饭店缩写 什么时候住进来 住几天 那谁住啊中间少一个什么 少一个dash 所以这里的话 我在这边再补一个 补一个dash end 然后 再 dash 再一个end OK打勾 那我们的编号就出来了 当然这里的话 我把它自动一下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OK 那点两下 你的编号呢全部都做出来了 OK 那你们老 OK 如果你们老板 给你一个这样的工作 如果你 如果你 不会刚刚的动作的话 可能要做非常的久 你才有办法把这个交给他 但是你如果你会 你只要 先把你们老板的逻辑先问清楚之后 再来做 你恐怕他五分钟就可以交件了 好 不过你也不要马上五分钟交给他 你可以再拖一下 再想一下好了 不然有的时候 你太快交给他 他说 抱歉我想错了 我想要改一下 对不对 然后你又 改完 又给他 他又给你改 其实最后发现呢 好像太快交也不是好事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这个逻辑稍微记一下 就是 他的缩写 所以缩写的话 我们可以从 这个储存格里面 去抓什么 抓这个对照表 第二栏里面的资料 所以 抓回来之后的话 就是L1 然后再来是 0106 就是 check in日期 所以我这边用一个什么 Test的函数 然后呢 后面格式特别重要 双引号里面给 MMDD 然后再加上他 住几天 住几天的公式就是说 把check out的日期减掉 减掉这个日期 OK 那因为他里面其实放的就是数字 因为跟190年1月1号相差几天吗 那不就 把那个数字减掉前面的数字 那就两天 那 要把第1天也加回来 所以呢 这边加1 然后再dash 他的first name 这样就完成 老板要的 结果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